第五十七集 因为生孩子 魏无羡请了两个月假 但为了不耽误学分 不想延迟毕业 他打算过了元代要去上学了 这样还赶得上期末考试 耽误的那一两个月课 他倒是不担心 说他都看得差不多 唯一操心的是自己生了孩子后 在家养了这么久 养了肉出来 自己感觉浑身上下都没那么紧实了 怕去学校打球那些的 感人家不过 于是他有空就在家里疯狂运动 蓝忘机下班回家 如果客厅看不见人 健身房去找 一找一个准 这天他放下公文包 刚好小毛都在睡觉 他直接去健身房 魏无羡穿着运动背心 头上绑着红色运动发带 正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 听到门开的声音也没回头 蓝忘机过去一看 速度是调到最大档 而且时间已经超过三十分钟 看着人汗层层的脸 他抬手准备帮他降速 魏无羡不满的叫 喂 我还没跑完 一次不能过量 没过量 真的 我还可以 再跑十分钟 看着人脸色都有些发白了 蓝忘机毫不犹豫按了暂停 不行 速度逐格下降 魏无羡气的要命 你 拖我后腿 跑步机停了 蓝忘机把人从上面抱下来 拿毛巾给他擦汗 运动要适可而止 我不想你把身体练坏 魏无羡趴在人肩上 不停的哼哧哼哧 蓝忘机干脆抱紧他去饮水机旁给他取水 看着人咕嘟咕嘟的牛饮 还一面气喘吁吁 忍不住心疼的拍了拍他屁股 还说不累 魏无羡脸上渐渐回了血 是运动后可爱的粉色 鼻息热乎乎的 都撒在蓝忘机脖子里 明明脚都跑软了 嘴里还不服输 就不累 不累吗 墙角处有个健身球 蓝忘机把魏无羡放上面坐着 那球是软的 屁股一挨上去就往下线 哪里坐得稳 魏无羡只能死死的勾着他脖子 腿也缠在他身上 干什么 蓝忘机 一手扶墙 一手搂着人的腰 扶下身子看人 是很危险的姿势 魏无羡脚往回勾的踢了踢他 你别吵 我还有项目要做 蓝忘机叼住他柔软的唇瓣 先帮你锻炼一下肺活量 他舌头温柔而有技巧的在他嘴里逗弄 引得魏无羡扬起脸顺他 又不断吞咽 倒真的像是有助肺活量锻炼 清完以后魏无羡问他 你怎么这么会 学过的 呼吸在运动中也很关键 哦 你在哪学的 锦笑 蓝忘机回答得很笃定 魏无羡表示不信 锦笑教你怎么用接吻锻炼肺活量 这个啊 蓝忘机想了想 是为了教你自闯的 呸 魏无羡催他 躺到垫子上 他让蓝忘机帮他压脚 他要练眼握起坐 二十个 五十 五十太多了 魏无羡捏了捏自己的小肚子 不做多点怎么下得去 蓝忘机 我喜欢你有肉 魏无羡摸了摸 那也得是肌肉好不好 我喜欢你软软的肉 摸起来很舒服 浅色的眸光直白地盯着人看 蓝忘机的声音低沉又迷人 你真 变态 别吵了 再吵你出去 魏无羡脸红了 他踢了踢脚 蓝忘机帮他坐实了 双手交叠在脑后 魏无羡闭上眼睛 腰腹发力地往上起 到坐起的位置 他睁开眼睛 低垂的视线刚好落在某人身下的部位 蓝忘机进来后就脱了外套 只穿着衬衫和西裤 可此刻因为用力坐着的缘故绷得有点紧 可以看出西裤下包裹处的宝掌的弧度 魏无羡一下卸了力倒下去 捂着嘴巴大笑出声 我的天 你在想什么 蓝忘机被他笑得面红耳赤 也跟着他往下躺 身体一寸一寸压上了他 他没有撑住垫子 而是用自己身体的力量 将魏无羡压的往下陷进垫子 这不是看见老婆的正常反应吗 这种话 魏无羡拍了他一掌 能别这么肉麻吗 蓝忘机舔他的泛红的耳朵尖 用默默寒情的目光看他 魏无羡有点受不了 想躲又躲不开 感觉自己像被太阳融化的一颗糖 又软又甜腻 连信息素都是甜的 就知道这个人回来 就锻炼不成啊 他放弃的闭上眼睛 两人之间的暖昧 早已经不知有多少次 但依然温暖 依然因为肢体的接触而激动 心都砰砰跳动不停 垫子上勾缠在一起拥吻 是黄昏的暖光下和谐而温情的画面 如果没有乱入的那题哭声 他们还可以继续很久 哇 呜 小毛豆的哭声介入得猝不及防 地上两人顿了顿 不约而同松开了对方的嘴 牵起恋恋不舍的银丝 蓝旺鸡火速起身 也把魏无羡拉起来 打开门 剑藏色抱着小团子在门口躲 听到门想回过头来 哎 这个臭家伙 醒来就到处找 怕是听到你们在里头笑 就非要过来 不进去他就哭 怎么都不肯离开 藏色巴拉巴拉说 手里还捏着个奶瓶子 属实是拿小魔王没办法了 至于为什么不抱他进去 魏无羡也心知肚明 走进去瞧了瞧 那小魔王悠长的哭腔 马上就变了个条 唯音有啊啊啊 变成啊 得一生讨好 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朋友 立刻撒开手球抱 脸上的泪也没几颗 显然是勉强用力 才挤出来一点的 魏无羡嫌弃的朝他挠了挠嘴 我这一身汗呢 才不抱你个小哭包 藏色马上不同意了 我们哪里是哭包 刚睡险还不许有点起床气啊 你小时候 魏无羡不满的摇摇头 老妈你不用老是贬我来捧他 我是你生的 你贬我就是贬你自己 藏色 七 蓝忘姬抱过小崽子 在他脸上亲了下 魏无羡上楼去冲了个灶 擦着头发出来 看到蓝忘姬坐在窗台上 小崽儿舒舒服服的斜躺在他怀里 头枕在他胳膊上 自己抱着奶瓶用力的膝 两条小胖腿还彼此夹着 跟小少爷一样 听见门响小毛豆就侧过脸来 冲着魏无羡讨好低笑 奶嘴滑开 奶水喷出来 撕了他自己一脸 蓝忘姬忙拿口水毛巾给他擦掉 魏无羡熟练的上前接手了奶爸的位置 还不忘在那肉嘟嘟的肥屁股上 想征性的拍了两下 调皮鬼 小毛豆饭量大 一瓶奶很快给他喝完 魏无羡把他放自己肩上趴着 给他拍奶阁 年轻的身子微微厚痒 让小崽儿 趴得更舒服些 大手在他背上一下一下 晶晶的拍 魏无羡抱小孩的姿势 其实并不专业 大儿子天生就黏他 手脚并用的扒在他身上 跟个小膏药一样 别说会掉了 撕都不容易撕下来 蓝忘姬拿了吹风机出来 入演的就是这幅让人心暖的画面 小毛豆睫毛很长 如松针似的根根明晰 漂亮的眼珠子跟着蓝忘姬走来走去 而滴溜溜的转 含着自己的大拇指自言自语 咕咕咕咕咕 打完奶阁他就被爸爸放在大床上自己玩 蓝忘姬插上吹风机 俯身摸摸小宝贝的脸 站在床边给魏无羡吹头发 吹风机呼呼地笑 小毛豆觉得新奇又好玩 在床上踢蹬着手脚 也呼呼呼地叫起来 出发布 出发地上 吹风机员